雙台接力來襲 墾丁南灣受創嚴重 就像被炸過一樣 原本漂亮的沙灘 現在放眼望去 全部都是漂流木 如果經過這個海棠颱風 一夜的摧散 我們可以看到 目前在墾丁南灣的部分 在海灘的上面 有相當多的這個漂流木 是被這個強風跟海浪 給拍打上岸 可以看到目前 整個南灣的海灘 簡直就是一片慘狀可以攜弄 前一晚南灣降下暴雨 四線道的大馬路 又一大半都被泥水淹沒 而這邊算是比較低洼的地區 可以看到像我腳下這裡 已經是整個水 是淹到小腿肚的方向 不只淹水災情嚴重 一整夜狂風 甚至把加油站電子招牌 攔腰吹斷 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所在位置 是在墾丁南灣道路的一個加油站 可以看到這十幾公斤 不鏽鋼的大招牌 竟然是被這個強風應聲給吹斷 不鏽鋼扭曲變形 電線外露 顯示油價的螢幕也被吹壞 懸掛在半空中 由於屏東全天停班 加油站老闆表示 要看公讀生盜班狀況 才能決定要不要營業 如果這個加油站不營業的話 在墾丁這邊的民眾 有可能你的車輛 會沒有辦法加油 必須要到更遠的地方 才有辦法加油 提醒南灣民眾 如果想加油 要先確定加油站有沒有開 並準備好備案以免撲空 記者綜合報導